會議的議程 還有補充了一些會議的文件 我們現在會議正式開始 歡迎各位議員和部門代表 出席北區區議會第三次的會議 秘書處就收到李國鋒議員的缺席申請 李國鋒議員因為出席鄉市委員會的會議 就未能出席今天的會議 由於李國鋒議員的缺席理由 符合北區區議會常規有關的規定 請大會批准他決席申請 沒有反對我們就繼續 現在我們落入第一個議程 第一個議程是通過上次的會議記錄 秘書處在2020年4月14日 北區區議會第二次的會議記錄 秘書處沒有收到任何的修訂建議 請問各位有沒有修訂建議 如果沒有的話 第二次會議記錄就獲得通過 現在落第二項議程 陳雄明議員 主席,我想問一下 我現在看到修訂的議程 我看到排序有些問題 我想問一下 第二、第三項有些提案 接著又會插了廉政公署工作計劃 接著又會有兩個提案 接著又會插了一些工作小組的報告 接著又插一些動議 然後突然下面又去一些撥款申請 其實我看到現在桌面不論是 我們民主黨和你們的動議用提案 以及其實都是2020年5月的時候 給了你們 我想問一下主席現在的議程 一般你是會按入提案和動議的時間去排序 還是按重要性去排序 例如最重要的,你會一開始先說 或者大家覺得最重要的 就會在最後先說 是怎樣 因為我看現在有些 比我們過去開會的議程有些不同 謝謝 謝謝陳雄明議員的意見 安排會議的議程 其實我都是確保整個會議的暢順 至於怎樣排序 不是今天會議討論的範圍 我亦都不打算在這裏討論 這樣沒有特別的事情 那我就繼續下回第二個議程 是,陳雄明議員 不是的,主席 那你打算這個議程的排序 你安排幾天討論 即是你會再跟我們討論 還是你不打算會討論 即是主席你如何安排這個議程 根據北區區議會上規 即是第六條序 不是主席決定議程的排序 明白,即是不會再討論 是,我不會在這裏討論 那不在這裏討論 那另外會不會討論 我們會後可以聊一聊 OK 麻煩你 那有一落第二項議程 是,提案要求教育局局長 詳細交代跨境學童服科 那這個是會議文件的第四十一 邪動2020號 那提案人呢,是我本人的 那這一項呢,就會跟第三項的提案 是會合併討論的 那教育局已經就兩項提案呢 提供了這個書面回應 那教育局和北區中學校長會 都有代表去參與這個討論 那他們分別是 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湖北區胡佩玲女士 以及教育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 湖北區陳繼耀先生 以及北區中學校長會副主席 麥毓華校長 那歡迎三位先 那首先這個第二項議程 是本人提出 那我對這個文件 我沒有特別的補充 那但是呢,關於那個書面回應 那我有三個問題 是問教育局的 那第一呢,我見到呢 即是你們的文件就是 你們的書面回應的第三點 就說教育局強調 給這個跨境學童有限度服貨的大原則 是確保私生的健康安全為償 那但是我首先先想問你們 你們有限度服貨本身的原則又是什麼呢 即是為什麼會在這個 爐關口或者限聚令未撤銷之前 你們仍然去執意去做一個有限度的服貨呢 那然後第二點就是 你們所說的那個衛生專家 是會有一個的防疫意見的 那我想問他對於深圳的那個防疫措施 那個有什麼意見呢 然後兩地那個衛生防疫措施的詳情 其實是一致帶過的 但是就沒有具體說 即是你們書面回應的第四點 就這樣說 就說兩地有衛生防疫措施 但是具體是怎樣做呢 是沒有說到的 然後第三點呢 你們就說有這個電子學習 可以跨境使用 來去符合不同學習階段的需要 那我想問 那你們中五是會有這個通識課 通識課裡面有些政治的議題 那這些政治議題呢 你可不可以在深圳的跨境學童 都可以瀏覽到這些資料呢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你的電子學習怎樣是可以 配合兩地的學習需要呢 那這三個問題 希望教育局一會兒去幫忙回應 那另外現在呢 就請議程的第三項的提案人 蔣文正議員介紹你的文件 謝謝主席 我的提案呢 就是要求教育局和北居中華校長會 就一起交代這個復課的安排 那這個事緣就是我們的新型工作小組的會議 已經通過了臨時動議 促請教育局局長在親臨北居區議會 就跟我們交代的 那現在就教育局就開始安排復課了 那楊局長也都就著跨境學童上面的安排 就跟北居中華校長會有討論的 那本會就為北居最具民意授權的諮詢架構 那而且跨境學童的問題呢 也都不單止是單純的一個教育問題 也都是整個北居民生的一個要務來的 那所以我們認為有必要 跟楊局長去直接對話 那假如教育局是以方便跨境學童上課為由 向政府去提倡去重開 羅湖羅馬州兩個口岸的話 那也都會對我們北居一眾的居民 造成直接的影響的 那我的建議就是要求楊雄局長列席 那當然今天不在 那也都同時邀請北居中華校長會的代表 那非常歡迎北居中華校長會的代表來到 那就跟本會去商討關於這個跨境的安排的事件 那我是提案人蔣文靖 拜託 謝謝蔣文靖議員 請教育局代表回應 麻煩 謝謝蔣文靖議員 謝謝蔣文靖議員的提案 那剛才就有提案的那三個提案 我們就純了我們的資料作出回應 那現在呢 暫時我們現階段 都會討論中三至中五的夸境學童的 夥課的安排 那我們希望是 因為我們都考慮到了 中三至中五學生的能力 就是治理能力比較高一些 他們可能上學或者在學校 衛生意識都會比較強一些 所以我們希望先作為一個試行的安排 之後就會就著他們看到實際的情況 然後再檢討 之後再考慮低年級的跨境學童是否復活 進一步的安排就要等局長 就會詳細地公佈 我們都知道議員都希望邀請教育局局長出席 不過因為他都是公務繁忙 所以就今天沒有到 在這裡致歉 不過他相信就會詳細地公佈 跨境學童復活的安排 另外就是關於電子學習 現在我們知道北區很多學校 他們都會 因為跨境學童已經 因為很多級別 即不止中三至中 今天都是初中和小學都會復活 我們知道北區的學校 他們都會同一時間 除了實體的安排之外 都會需要用到zoom 或者其他電子學習模式 讓跨境學童可以在家裡 都可以進行上課 在我們 即我和陳先生 接觸中和校長 這兩個星期 都會和中和校長溝通 他們暫時表示 都是順暢 各方面安排 如果實際 究竟通識課 他們會不會有什麼阻滯 那可能待會 麥校長可以補充一點 關於實際上課的情況 沒有聽到校長 表示有什麼不順暢的情況 當然啦 在Practical上面 剛才我和麥校長談了幾句 他們都說 可能老師 有時候都要兼顧點名 那些情況 可能有些困難 但是究竟 會不會因為課題內容 而上不了課 我們暫時又沒有收到 一個這樣的疑問在這裡 這樣 我可以請麥校長 補充一點關於上課的情況 是 謝謝麥校長 謝謝主席 謝謝胡女士 我們很多謝大家邀請 我先說一聲不好意思 因為我主席方校長 本來他今天都很想來 但是因為他自己學校 都有一些事在做著 所以就委派了我來代表他出席 希望大家都體諒 其實學校這陣子都非常忙 今早就剛剛我們忠一忠二復課 幸好交通情況都算是理想 還有都很怕如果是昨天黑雨 又可能停課 那個情況更加混亂 希望情況一路改善 因為現在人數都比以往多了 說回課程那裡 這陣子我都去觀課 看他們上zoom 上去實體課堂 其實就 我不知道其他學校 這陣子在通識課裡 沒有什麼政治的議題 主要是關於香港的議題 所以問題暫時我見不到老師有反應 還有我想以往其實 跨警生都習慣了在香港讀書 他都很習慣的 經常都接觸到一些 可能一些跟香港的政治 或者是世界政治有關的議題 我想家長都很熟悉的 其實家長如果關心他們 都知道其實這些議題在內地 其實都會有些可能不同的看法 但只要他放學生來香港讀書 其實他預早是要接觸一些議題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就未見到有家長 起碼或者是一些其他媒體 或者其他反應都給我們聽 他們在這方面學習有困難 我們都希望他們繼續在上面一路zoom 我們一路在下面教學 但體諒到老師有困難 在操作上有困難 所以補充我們都希望那些學童 能夠盡早下來上課 因為無論家長的需求 他們我們接很多電話 他們一直都在問同學 可以何時上課 而學生其實都很著弱 今天見到中一中二的同學回來 上兩個禮拜見到那些中三二中的同學 他們真的很想上課 zoom的課堂其實不是那麼有效能 說真的都是一個權宜之計 讓他們暫時可能 保持著跟學校有一個聯繫 不要disconnect 現在我們真正connect 真正是要實體的教學才行 所以希望大家都 體諒學生和家長的需要 在這方面上課的情況 多謝教學局的配合 我們都一直在做 先請周錦浩議員 謝謝 先請周錦浩議員 麻煩 麻煩主席 剛才聽到 麥校長說到 在zoom的教學過程中 因為暫時未接觸到一些 敏感些的題目 所以未有受到阻礙的情況出現 這就只能夠說你很幸運 因為根據我的了解 就是在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 他們的火火牆其實是無孔不入的 如果你提到一些敏感少少的字眼 你就可能會遇到一些 直播衝斷的情況都不出奇 希望你們多加留意 我想你們不要搞錯了我們的意思 這是第一點 第二就是 其實都想問教育局 就是當政府宣佈要延長這個限聚令 但是你們又安排服貨的時候 你們的考慮是什麼呢 就是當之前拿穿那個隱形傳播鏈 那件事件爆發出來 我想問教育局有沒有再一次考慮過 這個服貨安排會不會對學生的健康 是構成威脅呢 就是當已經有不少的醫學的專家 都開始警告我們香港人 就是這個隱形傳播鏈的情況的時候 教育局依然是要是 繼續照他們原本的安排去服貨 其實有沒有考慮過學生的健康風險呢 就是這個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 其實可能那個提案裡沒有提到 但其實都開始有不少的人 是關注一些DSE跨境考新的問題 就是他們接下來七月就放榜了 他們放榜的時候的安排是怎樣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放榜 不是只是他聽完成績就算 他可能還有其他事情要去做的 我想問你們放榜那邊的安排 有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 可以跟我們區議會交代呢 麻煩你 跟著有林卓廷議員 麻煩你 主席就歡迎北區中學校長會 副主席麥校長來到 我很欣賞麥校長 你發現是很老實說出現在的學童 透過網絡去上課的情況 不是好像有些人說到沒有影響的教學質素 絕對不是啦 大家心裡有數啦 因為第一 你網上教學要有硬件軟件的配套 你的網絡是否穩定呢 你的學童是否有這樣的電腦器材呢 因為大家知道北區是很多基層的家庭 他們是否可以負擔到這些電腦上網的開銷呢 是很多做不到的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本身你網絡的教學 教師的困難都很大 你不是說就這樣把黑板的東西 就放上網就行的 不是這樣的 同學是看不到黑板的 當然你可以怎樣出很多圖 塞進去畫面 諸如此類 但這個老師的工作量是從路多 有很多老師也不掌握這些資訊科技的應用 因為他不是受訓是做這件事的 是不是 另一個就是 你本身這個網絡的教學 是看不到學生的反應的 當然你可以叫他開照給你看 但很多時候那些小孩都關閉聲 自己 我兩個小孩最好在家裡看著他們怎樣上課 去到最後一刻才起床 牙都未擦面都未洗 整定個早餐對著 那些組會直接開著都不聽的 這些是很正常的 小孩來說 如果真的有得上課 你可以看著他 你閉眼睡 你不留心 老師會跟你講 是不是 所以那個教學質素是絕對不理想的 現在的問題就是 跨境學童那裏 是最弱勢的一群 到現在都未有那個 具體的安排是怎樣 令到這些學童 我很擔心學習進度是受影響 升學等等的方面 都會受影響 所以政府是應該要加快速度 盡快確保這些跨境學童 可以受回香港本地的 上到學校的教育 如果不是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是會令到本身弱勢的學童 更加弱勢 這個是不公道的 所以我就在這裏再三敦促政府 你要為那些弱勢的學童 是要加多些支援 尤其他回來香港上課之後 可能你要加多些補課 各方面的協助給他 好嗎 謝謝主席 謝謝林卓廷議員 然後請蔣文靜議員 謝謝主席 我也知道楊局長是很忙的 我經常見到他在國安法 那些支持國安法的街站出發的 其實我覺得講到忙 兩位發展專員就更忙 所以我也覺得楊局長 這次不來我也覺得很難以交代 那我很多謝麥校長的前來 也都很如實地反映著 現在教學的狀況 但是我有一點就比較想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香港 我們都已經擔心我們的電腦 會受到大陸的監控 那何況就是老師 他要直接的教學內容 是會回到內地 受到監控那種的寒蟬效應 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也覺得 老師都會活在一個自我審查的想法之中 很怕會觸及到中共的紅線 那其實這個是必然的問題 那剛才孟校長講到 可能通識科是講香港 那其實那種不講政治話題 但是其實現在現實的情況 就什麼都政治的了 就是我教歷史科 我講不講今次刪除了的事題呢 那老師評論或者陳述這件事 又很容易會觸及了 會不會是有講政治 那中史我講的焚書坑魚 會不會有人對號入座 那我中文我教作文 究竟我講譚自由 我講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會不會又觸及了內地呢 所以我覺得教學局在這一方面 是應該要保障 前線老師這個教學的情況下 是不會受到大學監管 或者不會受到大陸追究 那我覺得這裡 教學局是有責任去做的 謝謝 謝謝蔣文靜宇 接著請劉奇峰議員 謝謝謝謝主席 其實在開課的決定 其實很多同事講了情況 但是有一件事我真的很擔心 就是因為我們北區 其實真的很多跨境的行動 那其實整個武漢肺炎 你看到 其實根本上整個 我們其實坦白說 我真的不是很相信內地的資訊 所以為什麼我們呢 其實很多街坊一聽到 那個復課 就是跨境的復課 那個安排 其實都會擔心 如果內地的資訊 都是好像去年的情況 其實就會變相在課室裡面 或者學校裡面 是大規模爆發 就會變成 好像最近的圓村 其實類似 因為大家共同的環境生活 學生一天 每一天留在學校的時間 是非常多的 所以當他們 如果在學校裡面 做的擴散點 然後擴散到家裡 其實變相 令到那個情況可能會差 所以其實他們很擔心 所以我在這裡想問清楚 其實你們雖然有講到 你們會做足措施 但是你怎樣去確保 一件事就是 你怎樣確保內地的資訊 是準確先 如果它不準確的 我假設 其實現在深圳可能還是很多潛在的 的病患 你不知道的 那它下來了 然後就透過這個情況 因為它不用隔離了 不用隔離 然後下來之後 發現才出事 那學校到時候 可能就很嚴重 就是校長 或者老師都很害怕 那怎麼辦 那到時候就會令到 整個教育體系 都會出現一個恐慌 那其實我想問教育局 在這方面 就是你們怎樣 在政府裡面你們做 怎樣確認 第一 確認這個資訊的準確性 第二就是 你怎樣去預備 預防 如果第二 真的突然間 爆了一宗 出來 那其實你們整個 就是教育 怎樣去處理這些事件 怎樣去協助學校 去盡快去 令到大家要好好處理 因為其實我們擔心 如果到時候一爆發 其實 學生家長老師 整個區的人都會很擔心 這個就是我們 尤其是北區 這個是更加更加 令人擔心的狀況 謝謝 謝謝 然後請陳智峰議員 謝謝主席 剛剛劉奇峰議員都有說 如果限聚令 現在在說限8個人以上的聚集 學校裡面有二至三十人 在密封的課室上上課 就是那個衛生環境上面 會不會是加大了風險呢 另外就是 我也有看到 會減少這個不必要的社交活動 但其實上學過 你有很多的互動學習 就是你小組討論 你小息的時候 是不是要他們坐在自己的位置 就是那個安排上面 譬如體育堂 就是放飯 你放飯 你都要出去吃飯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 你會出到社交的地方 都有機會感染到這個 或者感染到這個病毒 還有現在這樣的天氣 就是下雨 會不會是塗濕了口罩 他們是不是需要更多的 防疫的口罩 這樣 這些方面 我都未聽到有任何的安排 謝謝 接著是侯福達爾 好 不好意思 主席 我上次我都提過 今天就是 這個小四節 這個中二的學生 開始復課 這樣 在他這個 可以有些 尤其在我小學裡面 我們小四至小六都穿了一半 是跨境學生 來的 在學生 是開始今天 如果過到關 是過到關的時候 你們的防疫措施 在國內 又做了多少呢 但是我上次說 我們學校 就已經未開學之前 在學校已經做到很多 就是預防防疫設施 第二 如果跨境的學生 回不了 你們說是用電腦去教學 是上午 上午就是教 今天可以回到學校的小學生 上課 下午 就是用電腦 來教跨境的學生 聽心機都這樣說過 但是你有沒有考慮過 如果那些跨境的學生 如果那些家庭窮困的 沒有電腦 那你們會有什麼手續的網牌呢 謝謝 接著請問張靖豪議員 是 麻煩主席 我本人非常反對 在未開關之前 我們就去被跨境學生 入境上課 很簡單一個問題 現在疫情是否已經完結呢 我們是否大家可以脫口罩 去到開會呢 不是 那就是說 種種的設施 或者事實 都告訴他們 現在疫情的情況 在香港 還未適宜到正常生活 但是現在已經在講 紛紛去到服貨 或者成績 就是希望呢 欺騙大眾 沒有事發生的了 我們已經完成是可以了 已經可以是正常這樣上課 但是這個不是事實來的 是不是 事實就是 無論世界各地 大家都為什麼不會去封關 或者不要在邊境之間的人流 去到流通呢 就是因為要避免這個疫情去到傳染 這個不單止 是作為我們香港人的責任 以至是世界 世界各地 作為人類的責任 來的嘛 就是要不停地去到 撤斷一些可能出現的傳播鏈 無論在社區層面 以至國際層面 都是一樣 所以為什麼不同的關口 都會盡可能去到封閉 只維持最有限度的情況 現在我們開始以為完了 但是原來沙田突然又爆了一宗出來 你們新界東那裡都有負責的 拿圓村裡面那些 給學校的校長 或者諸元此類相關的學童 他們讀書 其實那邊應該都很擔心的 是不是 我相信是 不過你可以跟我說 說他們不擔心 那我就真的催你不將 是不是 事實就是 疫情真的未完 剛才校長跟我們說 很多同學說他們很想上學 很多家長跟我說 他們很不想上學 為什麼 因為就是擔心 回到學校之後 本來已經害怕了 不過維持住就盡量 教育局講到就要回 可以不回 其實他們可能會請假 如果跟我說 原來還有跨境學童 每一天 我們不知道身邊 多少隱形的病毒感染 傳播的可能性 的風險 是出現在我們的同學 在我們的課室裡面 這樣的情況之下 整個學習氣氛 又有學習氣氛可言 怎麼去到好呢 因為整個教育局 或者之前我們小時候 讀書經常跟我們講 求學不是求分數 現在上學 我們去到學習 又豈在乎 那一兩個月的長短呢 作為先生 我們明白每一天的教學 都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整個學生成長的部分 但是作為我們成年人 我們知道 在他們整個學生成年人 生涯裡面流流的長 不會在乎那幾天的去到學習 現在不是要求大家 無料期的去到 不讓跨境學童上來 雖然我上 現在是說 只是要求你在全面可以 復關在疫情完結之後 才要去到回復正常 是不是 你們其實回應都講 公眾的健康為常 所以措施而緊不而鬆 要將風險減到最低 那為什麼不可以將風險 排除到儘量到零的級別呢 上學學習固然是很重要 這一點我們是不會否定 但是市民的生命是更加重要 香港的國際地位 以致我們對世界所負的責任 這個可能就是一個 被跨境學童以致達成了傳播鏈 就造成了災難性的效果 這個沒有人預計得到的 但是如果我們是可以控制得到 我們可以令這件事不會發生 而不是令它有可能發生 所以我的問題很簡單 究竟跨境學童 那幾十萬個 那幾萬個跨境學童 他們想多兩個星期 以至一個月上課的必要性 為什麼會大於香港北區學童 以致北區市民 甚至全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呢 所以我個人是表示反對 跨境學童復課 只要在開關之後才復課 盡可能延遲 因為他們是香港的獨留 麻煩你 林淑青議員 麻煩你 麻煩主席 有幾件事想問回 首先都很想了解一下麥校長 其實我想問回 究竟現在 一講到跨境學童復課的時候 其實家長的反應 就是向你們提出反應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收到的 就是居民的反應就是 我們自己停課 因為其實我想 很現實的一件事 我們不能不接受 就是說 在內地的檢疫 他們的數據 我們是否真的可以很相信一個呢 真是因人而而的 你信不信 就是在這麽多位官員 你信不信 那個確診的數字 還有那個 就是說 確診的數字 你信不信 就是死亡數字 你信不信 我自己個人就真的不信 那這個其實就是 給了我們家長很大的壓力 就是 其實你看到現在的情況就是 全港復課 那個聲音不大的 反對聲音不大的 但是當你說到是 就是跨境學童復課的時候 就是港島那些地區都不緊張的 但是我們北區的家長就非常之緊張了 就是因為他們是負起一個責任 就是我給子女上學 去面對這個危機的時候 是家長的決定來的 那在裏面 我想大家就很緊張了 一直都提到 就是會不會那個課程跟不上 這樣 那我覺得 其實當一個學童 他選擇跨境來讀書的時候 其實他選了 他自己選了 是有這些風險的 為什麼他不選在深圳讀書呢 他沒錯 他是有權利來香港讀書的 但是當他選擇跨境來讀書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風險問題 其實他自己是作出一個自由的選擇 我們應該尊重他的選擇 但是我們是不是有必要付出任何代價 來去配合他的選擇呢 就是證明有些街坊跟我說 我選擇了回深圳住 我回來香港勾勁14天 就是我又找不到工作 我要睡街 那我現在怎樣 你政府可以怎樣幫我 又沒有失業救濟 又叫我拿中援 我又不是在這裡住的 就是這個他選擇 但是回深圳住是不是他的選擇 是他的選擇 是他的選擇 所以他在香港沒有屋主 那是不是我們全香港人 又要配合他的選擇 去做一些事情呢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有一個必要去相確 其次就是說 就是當這些跨境學童來到香港上課的時候 就是我想問那個課室的安排怎樣呢 大家都是在課室裡面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大壓力 對於家長 還有我也都接觸了一個 那些中學的老師 他說跨境學童來香港讀書 要交出一些健康證明的 一個星期就是四百多元 就是要做這些健康證明 然後再加這個車費 車費我想更容易 因為為什麼呢 你只能夠搭他的車 由點對點去學校 點對點這樣走 他可以 我想如果你要上學呢 他開多少架你都要搭的 因為你的架車又要批的嘛 多難得批到 批到就很棒了 這條水真的好賺 肯定是吧 那這些全部的費用 你怎麼確定 每一個跨境學童 它有經濟能力可以付出 以至每一個跨境學童 都是很公平地回來香港上課呢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如果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有些家製說 我不想付這麼多錢 我不回家 那又怎麼處理呢 這個都是一個公平的 難道你香港政府又全包燃 我覺得這個對於我們 香港住的市民來說 我覺得真是很大件事 就是我們要去 為了一些人的決定 我們一起付出這個代價 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懷疑 究竟學校對於良體溫 是不是確定這個學童沒有感染 你們能不能夠有一個百分百的肯定 其實我們最近在這裡開玩笑 其實你給一架跑步機 叫它走上去跑幾圈 可能還查到它的肺活量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查它是不是染病 比你更容易測體溫 在多個體溫檢測之後 都發現有些人有陰性變陽性 就是說到今天來講 究竟體溫是不是一個準確的測度的工具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一個安全性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說內地的學生來復活 我覺得裡面很多疑惑的裡面 也都將我們北區的家長 放在一個很危險和很大的責任 是我去決定是否給我兒女上學 到時有甚麼事的時候呢 那種內疚感 我想可能就有很多其他負擔的要處理心理的 諸如此類的 所以其實我都希望校長都可以講一下 究竟現在 家長對於你們 即現在將會有這些時候 他們有沒有問過你們 你們又會怎樣回應呢 麻煩主席 林卓廷議員是否還有補充 是啊 麻煩主席 我亦都聽了大家同事講 我亦都補充了 前提當然是要確保來香港上學的小朋友 是不會有傳染這個疫情的風險 即這個是對本地的學童和我們的社區 是最重要的一環來的 這個絕對不可以是有任何的妥協 但是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我相信政府是要對那些跨境學童 預先是做好相關的健康檢測 即是林淑青議員說 對內地的檢測的信心有多大 那確實是沒甚麼的香港人 那我們香港政府自己做吧 那跨境學童的人數是有的 但是我相信政府如果是計劃了 那麼多個月的時間 其實它應該有足夠的試劑人數 看看能否安排到去做這個檢測 不過有一點我想提一個不同意見 就是是不是說香港人在內地住 就是它的選擇呢 當然你說喂 你可以在香港住的 但是其實我們接觸很多 本身是香港永久居民的父母 它為甚麼要回大陸住呢 因為香港的租金實在負擔不來 實在負擔不來 我想在座這麼多位議員 都有不少這些街坊接觸過 真的香港的生活指數太過高 而他們的工資是頂不住 所以是無可奈何呢 所以是無可奈何呢 就回大陸是一個較低廉的生活指數 才勉強應付到它的生活開支 我同意我們同事所講的 防疫一定是要做足它的 但是同時呢 那些小朋友的學習進步呢 也都是要兼顧的 如果不是呢 就一直是令到他們的學習受影響呢 這個對小朋友的福祉都不是理想的 謝謝主席 謝謝甘威同事 我也有幾點想補充的 因為剛才其實教育局 我有兩個問題 是沒有正面回應過我 第一你們那個有限度復課的原則 究竟是什麼呢 即是你現在 你仍然是有一個限聚令 所謂的白人 那為什麼你在街上八個人站就不行 八個人以上站就不行 但是你在課室裏面 超過八個人一起上課又行 那你的原則究竟是什麼呢 即是你那個復課安排的原則 如果你仍然是認定 現在仍然是一個適合的時機去聚集 那為什麼你有安排復課呢 好了 那然後你安排到復課之後 我剛才第二個問題 就是問你那個 兩地的防疫措施怎樣搞 好了 我假設你這個原則 即是你有一個標準 即是選擇安排復課 那你兩地的檢疫那個的安排 究竟是怎樣 你都沒有正面交代我 即是我的提案裡面 我是寫得很清楚 即是你北區是有11609位的跨境學童 那你 你這個關口 你說有試劑 那你那些是怎樣操作呢 究竟 即是又或者是深圳 如果他在深圳裡面確診 他身邊的感密接觸者 你們會不會有資料呢 如果沒有的話 你怎樣確保到 他們不是一個隱性患者呢 如果你兩地的通報機制是沒有交流 那你這個是解不通的嘛 那另外就是承接林淑清議員所說呢 譬如我自己拘到很多的家長 是會說自己選擇去停課的 那我想問一下校長會 即是這些學童安排 或者教育局方面又會怎樣去處理呢 即是他們就真的很單純地去順應 你政府所說的那個防疫安排限聚 然後不想小孩子上學聚集 那你們又會怎樣安排他們這些自行停課呢 然後第三件事就是 剛才華校長所說的課程那裡 即是因為我都是一個 我之前DXC考生出身的 即是你每一個課題 其實都真的有涉獵這個中國的範疇 我們讀公共衛生 會不會讀到李文亮醫生呢 我們讀這個能源與科技 會不會讀到血煤 那些煤礦非法勞工 死了很多人 我們讀今天香港讀到法治 讀到媒體自由 我們讀全球化 會讀到一些血汗工廠的剝削 那這些課題是否可以避免到呢 即是現在我不是跟你說政治 不要誤會 你說你這個高中學生 全部都是要 下年都是要考這個文憑士 那你有些教了這件事 有些沒有教 那你轉過頭 跨境學童又說不公平 那你的考試是否又要一起退呢 還是等你的補課又做足呢 那當你進行了補課 那兩個學習進度又不一致 那這些是很具體的實質操作的問題 那當你們解決不了的時候 又去到我第一個問題 為何你們仍然堅持這個所謂的有限度復課 請教育局官員和麥校長回應 多謝各位議員的意見 那剛才就住全港復課的安排 其實呢 冠狀病毒爆發之後呢 自農曆年開始一直都還沒有復課的 其實教育局呢 是聽取了衛生專家和學校的意見 那認為呢 學校是有條件分階段和有秩序的復課 所以呢就在5月5號呢 開始宣佈呢 其實大家都看到啦 今天就是初中和高小復課這樣 那我們呢都會 因為都聽了專家意見 那也都呢 有錦學校呢 其實他們呢 都有條件可以進行逐個階段復課 那當然啦 我們復課 其實我們跟大家議員一樣都會有擔心的 那因為都會聽到有可能本地有些個案感 那所以呢 我們一直都是監察著這個情況 不會說呢 啊復課了之後 就是大家很單純說復課就復課了 如果有些什麼情況呢 我們都會採取適當的措施啦 那呢就 在復課的前期呢 那當然我們有些準備工作啦 書報了復課之後呢 我們呢 會已經呢 有一系列的指引呢 給學校啦 那就希望呢 他們為復課做好準備的 包括 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現在呢 無論任何年級 就是中學好 小學好 幼稚園好 都是呢 只可以半天上課的 那避免了呢 他們就是中間有機會呢 進行五線那個機會啦 另外就是呢 也都提醒學校了 所有呢 上課的安排呢 就是課室的安排呢 都是呢 希望採取單向式售課啦 減少呢 就是他們有一些 就是圍在一起 以前可能就是互動比較多些 那現在呢 我們全部呢都建議 學校呢 需要採取這個單向式售課 面對背的方式坐等等啦 還有將課式的空間呢 盡量使用啦 因為 我知道有些學校呢 就是可能有些級別未發的時候 他們呢會盡量用不同的課室 就是可能分開減少了課堂上面的人數等等啦 那另外呢 也都避免了呢 進行一些大型的聚會的時間啦 那很多學校呢 他們可能都已經取消了組會的啦 就是都是回課室 或者 未必會在禮堂進行集會啦 那呢 那就 最重要當然都是啦 他們每天都需要量體溫啦 包括學校門口人量體溫啦 那家長也都要在上學之前呢 就是簽了手冊 這樣記錄下他們每天的體溫的情況的 那如果 那如果 學生又發燒 或者出現呼吸度感染的症狀呢 他們 就是當然首先就不可以上學啦 還有必須呢 盡早通知家長 和通知上學校的 那如果 如果學校收到有關這樣的情況呢 那 那衛生署呢 已經作出適當的配合的啦 如果 學校有任何疑問呢 他可以立刻聯絡衛生署 那他們都有一些直線的電話 可以解決 學校的問題啦 就是包括可能 批發師或者其他感染的情況呢 衛生署會立刻跟進的 那 剛才有議員提及過啦 就是關於口罩那個安排啦 那我們呢 是確保那些學童呢 有足夠的口罩啦 那我們呢 就 政府已經向全港的小學和幼稚園 派發了很重用的口罩啦 那另外呢 如果有鑑於 有些學校 有些家長呢 可能他們呢 未必領取眾援鬱 但是呢 他們經濟有困難的 那我們向學校呢 已經派發了額外數量的口罩的啦 那學校呢 可以因應學生的情況呢 就再派給那些學生的 那我同事就補充的 是的 那我同事就補充的 好 多謝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的提問 以及對福福的關心啦 嗯 我有少少補充呢 就是就住這個 這個跨境學童那個 他們的防疫措施 我們的安排的 那 我們現在說呢 就是說每名的跨境學童呢 每天 在這個深圳口岸 出入境通關那個時候呢 是必須向口岸的人員呢 出示這個七日內 那個核酸檢測陰性結果的證明 那在入境香港那時候呢 學生呢 是需要量度體溫 和向衛生署的職員呢 遞交這個健康申報表 跟著再乘坐呢 這個校巴 在管制站 以點到點的形式呢 就是往返學校上課的 那放學之後呢 學生也是按時呢 成座下巴呢 反回內地 嗯 除此之外呢 學校呢 也都需要協助呢 衛生署呢 進行這個跨境學生的醫學監測 並且按照這個 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呢 去保持學校的環境的衛生 和加強防疫的措施 那我相信呢 就是 我們的校長 老師呢 都很緊張這件事情 我看到他們都做得很足的這方面 那為了學生 就是 大家都是為了想為學生 提供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 那我都很多謝林議員 林卓廷議員 之後說呢 就是說 防疫的工作我們不能夠鬆懈 這個我相信大家都認同的這一點 但是 但是 與此同時我們又怎樣可以在做好防疫的工作底下 讓我們的學生 無論是我們本地的學生也好 或者 跨境的學童也好 他們有他們的學習 有一個正常的上課的生活呢 我相信都是我們教育局很著重的 所以為什麽大家議員都見到我們都 開了很多次跨部門的會議 去到商討我們接下來的安排是怎樣呢 那之後呢 我同事胡小姐都講到就是 你看到我們都是按部就班逐步去到安排這個復課 那目的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我們都不斷去檢視究竟 譬如高中復課之後 我們面對的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處理到 是否可以解決到 或者我們可以用多少時間去解決 以至我們可能接下來 可能逐步即是初中 甚至小學復課的時候 我們都避免去見到同樣的問題 那所以你見到我們都很審慎地 去到逐步去到這個復課的 那當然我們跟我們的校長都是 每一天基本上都是緊密的聯繫 去到看著學校究竟會不會有些什麼問題要處理 而我們又可以怎樣去到協助或者提供支援 那這一方面我們都一路去到做到的 那先說到如果學生出現了發燒 或者其他症狀的時候 我們要求他們必須即時去求診 也都不應該回校上課的 這個是我們的原則來的 那如果坑間學復因為病請假 我們都請學校應該盡快去聯絡 學生是家長或者監護人去瞭解這個情況 並且通知這個衛生署的 那之後胡小姐都講到 我們都有跟衛生署緊密的聯繫 以至學校能夠直接去到 聯絡到衛生署或者衛生房中心那邊的同事的 那如果證實了學生真的患上2019冠狀病毒的話 衛生房中心會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和個案追蹤 那密切的接觸者將會接受這個檢疫 那其他接觸者都會接受這個醫學的監察 那衛生防護中心也都會根據學校的情況 去到主動聯絡校方和管局去到商討有關的措施 那當中的措施可能包括校舍清潔消毒啊 上課安排啊等等 那如果學生在學校上面 就是在上課的時間當中 覺得身體不適或者體溫異常的時候 譬如出現這個呼吸道的感染症狀 學校就應該立即通知這個衛生署 和該名的學生的家長或者監護人 情況嚴重的話 學校可先由學校的職員陪同 就將江榮的跨境學生 送往香港醫院去治理的 接下來我可能請麥校長又講一講 家長的意見或者聲音好嗎 謝謝麥校長 多謝主席多謝這麼多議員的提問 再次跟大家說其實我們學校和教育局 在這件事上都是通行合作 他們在前線的教育局的同事其實都很忙 要聯絡不同的機構或部門做好這件事 我們唯一目的就是為了學生的福祉 因為無論跨境學生還是在港學生都是我們的學生 所以就算一個跨境學生 兩個跨境學生 我們都為他們去想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 比如剛才議員提到他的硬件上網 其實現在我們很多資源在很多機構都知道這個需要 我跟他們申請了很多 我敢說我自己的學校 其實所有跨境同學都沒有這個困難 因為都是幫到他們的 其實港學生都有的 我們都是在不同的資源 跟他們申請一些費用 現在比如HKT那些 都提供一些資源給我們去幫忙 無論上網 我想多謝大家擔心 其實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我都盡快去解決的 剛才說到家長的問題 尤其是我們北區 我想很多不同需要的跨境 他們都是有些在港家長 跨境家長 我們都是盡量用不同的途徑去聯絡他們 無論是跨境的 差不多我們所有同事 我想跨境家長 我們起碼打過幾次電話給他們 現在我們將會有這個安排 看看他們的意願會不會下來 還是會不會下來 其實現在我們都掌握了一些資料 再說家長他們都很主動 其實剛才林議員提到 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都很多電話的 就算我們停課期間 他們是 當然有些是真的很擔心 他的兒子回來 會有些問題出現 但另一方面 真是家長 真的很擔心 他的兒子長次希望在家裡都不是辦法 都不是一個學習好的方法 所以都是催促我學校 何時可以讓學生上學 這個都是有部分家長的看法 所以我們都盡量在各方面都能夠 回應他們的需要 但回來我覺得始終他們要上學 如果你問我學校的立場 當然我不是防疫專家 也不是高官 有班機構 但學校的立場 學生真的要上學 剛才講到學習在zoom上面 或者網上實時的視像 其實真的沒有那麼有效率 這是事實來的 不可否認 希望我們嚴陣以待 我們都跟足了教育局 或者各方面的要求 其實我都欣賞一班同事 我最近看到一個廣告 剛剛有一個不知大家看到 一個咖啡的廣告 他講了一句話 我都跟同事分享 就是我們不僅僅做我們的本份 我們希望能夠做多些 有沒有看過廣告 有個卡通 你可以試試找一下 有個動畫 以前是黎明做的白咖啡廣告 這次就不是他做 一切不動畫 我想我都同事同事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多些少 不是靜止是按本子 我們是做足了 那就算了 其實我們尤其工友 他們每一天 以前只是清理三四次的課室 清理幾次的廁所 但由DSC開始 其實DSC都嚴陣以待 他們每天洗廁所的廁所是十次的 每天洗廁所的廁所 課室的廁所至少有六七次 都是個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 provide一個比較安全 和真是一個健康的環境 給我們學生學習 這裏我們盡做 希望大家都體諒 我說立場真是希望他們回來的 希望無論是廣狀的學生 剛才陳先生提到 就算有加上因為任何原因 尤其是因為他擔心學生的健康情況 而請假我們一定彈線處理 和希望他能夠繼續在網上一路上學 至於剛才提到一些技術問題 譬如同學不出樣子 或者走了去的樣子 其實真的有 但我們學校一定要求他們出樣子 一定要出樣子 一定要出樣子 我們才當他們到的 但其實很多技術問題都要解決 所以就 至於通識科課程那裏 我想不只是疫情現在出現的問題 整個課程我想 我們都是盡量 老師都是盡量本著一個多角度思考 一個批判性的一個思維的訓練來的 通識題 多不少都會遇到一些比較難處理的議題 我覺得老師是有一個專業 和他們有一個真是專業知識去決定 怎樣去將一些比較敏感的課題 去跟學生去討論 我們覺得是空間的 還是不可以說哪些是不愛討論的 其實任何事都有得討論空間 希望大家都體諒 或者知道我們的教師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團隊 我們是一個資料團隊來的 通識老師很受過資料的訓練 專業的訓練 當然很多層面都有些壓力 希望大家都幫幫手 跟我們擋一擋一些壓力 其實現在在政府 可能遲點對老師的壓力 對學生的壓力 都會不同方面的課程 各樣都有 希望大家都體諒 在學校老師的努力 教育局官員都做得很好 多謝你 不知答到大家的問題 林淑清議員 是否剛吃了麥 林淑清議員 謝謝 好 麻煩主席 其實想補充一些 說到有些居民搬回內地住 其實我都很同意 大家也很清楚 現在香港居住的情況 很同意林議員說 他是經濟搞不定才回去 其實這個又牽涉到去 這個很直接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多政策的事情 是一起的 沒有說獨立的 就是因為你的房屋政策 完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每一個在內地來的同胞 他們第一天來到香港 他就可以去排隊拿公屋 但是我們香港人 沒有資格拿 反而要搬回內地住 你不覺得很奇怪 我覺得真的很奇怪 其實這個就是個問題的所作 所以其實也都透過這個疫情 我覺得更加促請政府 在那個房屋政策上面 應該很好的 就是繼續去調節 如何以我們港人去優先 其實我自己個人其實都 不是說 我自己都很體諒這一幫的居民 但是問題就是 當有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大家都不想 我再補充問就是 比如好像學童 他們有一些健康的檢疫的證明 保母車有保母的 有司機的 他們是不是同樣有需要 這些檢疫的證明 另外就是說 他們那個車費 我想問麥校長 會不會有個數據 因為那個檢疫那個 我就聽到 老師說是四百多元一個星期 那就是圍到一個月 就是 那裡都差不多到二千元了 那再加上車費 那我覺得 對於這些跨境學童來講 其實真的一個挺大的壓力 也好像說 就是我們提到 它除非它是雙飛 如果它是香港人搬回大陸住 然後回來香港讀書那些 那其實它經濟已經不能 它才搬回去住的了 然後它每個月再要一筆這樣的費用 那他們又怎麼面對呢 他們有沒有回應過 麻煩你 校長 然後請問周錦郎議員 麻煩你 主席 剛才教育局都再一次強調 就是他們徵詢過專家的意見 但我想問專家的意見 是否在見到 都拿穿完之後 都是同一樣呢 還有他們的具體理據 可不可以簡單交代給我們呢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剛才教育局那邊 雖然我剛才也提到的 提案裏面沒有提到 但是 因為接下來DSE就要放榜 那麼跨境考新的安排是怎樣呢 其實無論是教育局的代表 還是中學校長會 可能都沒有提到 麻煩可能再一次回應 麻煩 剛才聽到 中學校長會代表 藍物校長都說 學生想復課我 我都同意 對於一個學生來講 有一個良好的學校生活 對於他們來講是必須的 但是 是不是這個學球 就能夠凌駕於公共衛生安全的風險上面呢 就是我們所有事情都未是好 就是疫情都未可以叫做穩定 剛剛才有匿圓圈的時候 是不是都還是要堅持 用這種方式去復課 去將學生的 不僅是健康風險 甚至是生命安全 擺在那個情勢上面去做 就是為什麼不能夠做得保險一點呢 經常都說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 就多數都會回家 這沒什麼可能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算是 你們說現在 放了半天學 但是其實大家 可能放學的時候 留意一下 就會知道 仍然是有整班的學生 在放學的時候 就在校外集體活動 雖然不一定是 雖然 可能只是玩一下 吃飯 但是其實這些社交風險依然存在 就是 講到復課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夠 在一個更加安全的情況之下 才去復課呢 就是 講到學業是這麼重要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夠 在一個安全的情況之下 才讓他們可以追上那個學業 我想 對於教師來說 可能是有點辛苦的 但是 會不會是考慮用其他形式 去進行補分